平板上也可以看到,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的论坛里面,如果你有加入的话 每一次上课都会贴上来 都是上课的内容,所以你可以上个礼拜的问 如果你忘了,没关系,你就点完整的影音,点下去 会连到YouTube上去 你就可以选择你比较不熟的 看哪个段落你不熟,反正就听嘛 不然的话,如果你不知道哪个不会,没关系,就全部播放 Repeat,反正 里面,听完之后记得一定要实做,如果你没有实做的话 说真的要学会还蛮难的 最好是想过,比如说你那个纠结码表部分 像上礼拜部分,难列锁定,锁完之后的话 你如果 当然最好是可以去 考个4,给你马上做 做出来,那你真的学会了 但是你如果做不出来 表示你应该还有点问题 那纠结码表的几种解法,第一个 上面有1到9,1到9 向下向又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上面如果没有1到9,你用column跟roll,有没有办法自动产生 第二个 第三个呢,有没有办法用 VBA,你按按钮 自动帮你把纠结码表全部显示出来 如果你现在有这个本事的话,表示你上学办是真的学会,如果你还不熟的话 回去真的要练一下 尽量 就是说 可以不看参考资料 也可以做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 那这三种方式 基本上就是以后大型式算表的一个基础 因为如果你对于 蓝跟列的观念不清楚 所以说你要处理大量的资料 是真的有困难 尤其是大型式算表 OK 那里面的话 上礼拜都有 所以你回去 像我刚刚讲 column跟roll VBA怎么做 然后再 把它延续到 这个我们的 这个这个袋子算表 这边都有 所以你哪个部分不熟,你就把哪个部分听一下 另外的话,上面其实有观看次数 因为可能我贴的 贴的时间 好像是昨天还前 前天才贴的 观看次数哪一个 有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会看那个观看次数 比方说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 在复习 其实也是一个指标 还有每个影片都会有观看次数 那我也要看一下 哪个影片 看的人比较多 那表示 大家比较不熟的就是那个地方 大概城市部分我看 观看次数会比较多一点点 如果整体都 看的人不多的话 那表示 大家回去应该 都没有在 复习的话 那你说要学得好 那真的是不太容易 那 那我们这门课是 入门课程 那你根本不要说你入门 像有些同学就直接就报进阶 进阶的话 直接就讲工作表的自动化 跟工作部的自动化 那如果你连 这个 储存格 范围 蓝列 那你没有人必须 那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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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设计